4.最后撒上香松及完成 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缝法 究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号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心善命词 补生命好 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享受付出 珍爱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 补体系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或者是兵器 这样子的一种伤害的行为工具 所以它包含的也就是有伤害的行为 所以这一品里面有一些内容 大部分都是跟伤害别人 这样的行为有关系 所以在第十品 刀杖品里面的第一个法语 就是提到的就是一切众生皆畏惧刀杖 一切众生皆畏惧死亡 将心 彼心 人不应该杀害 或教授杀害他人 从这样的法语里面 也是很浅显 也就是要让我们知道 我们不喜欢被人家伤害 别人也不希望受人家伤害 这个好像是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 卢家也是说到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就是我们不喜欢的 我们也不要把不喜欢的这个行为 家众在别人的身上 那在这个法语里面的内容 就直接提到的就是 我们都不喜欢 乃至害怕刀杖 也就是我们都很害怕被打 被伤害 那第二句呢 就谈得更加的严重 也就是一切众生都畏惧死亡 因为所有的生命 有生命的都希望自己的生命 能够延续下去 都不想受到伤害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人一有遇到危险的时候 我们就会赶快逃跑 那动物也是一样 大致于像说牛羊 我们看到这个播放的影片 如果他们有听到有这种老虎 狮子 在追他们 他们就逃得非常的快 那小至于这个蚂蚁 它有一听到我们碰到它 它就赶快逃 所以一切的众生都希望活命 所以都是畏惧死亡 那乃至于呢 也不愿意受到打 因为打的话 我们就会痛啊 所以人都不愿意受伤 也不愿意受到这样子的痛苦啊 所以将心比心 也就是说 我们自己有感觉的 这样子的一种感受啊 我们也要知道说 别人也一样 所以呢 人就不应该杀害 或者是教人家去杀害别人 那这样子的一个阻止 主要的目的呢 也就是要让我们啊 将心比心 就是我们自己 会受到这种伤害 有痛苦的这种感觉 别人也会一样 那我们想想看我们 为什么 常常会看到有这些伤害的行为 也就是因为 我们一般的人 都是只有我 以我为 这种观念 我们就是想到我 我很生气啊 所以呢 我一定要把我的气 加注在别人的身上 那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去体会到 当我们骂别人 或者是伤害别人的时候 那别人的那种痛苦 我们只想到说 我很生气 我受委屈 或者是我一定要报复 或者是我一定要发泄一个 什么样的情绪啊 那这样子的行为 就会造成别人的痛苦 所以在佛法的 这样子的一种教导 实际上也是一种 非常的平静的这种状态 来看待所有的人 乃至一切众生啊 都一样的 普遍的这种感受 所以用这样子的体会啊 能够将心比心 就代表了这样的内涵 也就是我们都能够 感受到别人的感受 那这样的时候呢 就不可能去伤害别人 那如果我们会觉得说 那我有事情 我觉得不公平啊 我有觉得我受到委屈啊 那这些的情况呢 其实也不应该 一定是用伤害的行为 去反应的啦 也就是说 我们应该是让我们的心 能够更趋于平静 那看待事情 应该怎么解决 这样的时候呢 就不会都是用暴力 都是用伤害的方式 而是从我们的心 它有一个根结的方式 去求解决 那因为我们伤害了别人 那也没有真的就解决问题 然后呢 别人都受了我们的伤害 那他也站在要报复的心 那A打B啊 那B又报复 又打回来 那我们就看得到说 为什么世间 生生世世 这些冤家 就是都牵扯不清 就是我们都是一直在结缘 结缘 结缘 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解解 要解除这样子的冤结 其上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心 先化解 也就是我没有要去求报复的心 那我们的心能够在安静当中的时候 它就是真正解除这一些的原业的根本的方法 所以我们从法剧里面 它的意涵 其实都是很深的 所以值得我们慢慢去体会 那在这个法剧的故事里面 它所对照的 也是很浅显的这种 在生团里面 比丘跟比丘之间 所发生的一些 也难免的一些 这种摩擦的问题 所以我们来对照这个故事 它的题目叫做 为了塔而争吵的比丘 也就是第十品 刀杖品的第一个故事 那在这个开始 就主角 就是有一群 在祈树给孤独园 也就是祈陀太子捐的树 还有给孤独庄者 所捐的给佛陀说法的这个寺院 那么有一群比丘 他们就在这个祈树给孤独园里面 就有一座塔 他们就在清洗这一座塔 他们在清洗的时候 就是心里就先产生的 有一个占有欲 他们就希望 他们清洗了这个塔以后 就想要就是占为他们的势力范围 所以他们在清洗的过程 当然就非常的努力 因为又有他们自己的这种 就是自私的想法 所以他们就在那里清洗得很有劲 结果他们在清洗的过程的时候 结果就有另外一群的比丘 他们就到了这个塔 然后他们就打断了前面那一批的比丘 他们的清洗的工作 而且他们就告诉这个第一批的清洗的这些比丘 这个第二批的比丘就说 这个第二批的比丘就说 所以这个就表示在出家众里面 那也是有一些是在生活上面 他们还是保持着自己的习性 所以他们表现出来 也有互相要这种 为了自己执着的事情而起冲突 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在法聚经的故事里面 其实都很坦诚的 就是表现出来 那这个部分呢 应该也可以让我们知道说 真的在佛法里面要出家的不容易 然后出家了以后 还要真的能够修行 就是一心向着佛法 一心是为了修行 而没有旁骛 这样子的也是更难得 那也有一些呢 虽然出家了 可是呢 他却为了这个世间世俗的这种目的 而会执着 像这里 就是为了要真能够有一个势力范围 所以就起冲突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应该也是 就是在佛德的时候有 在历史的发展里面也有 到我们现在也是会有 所以我们就要能够自己 就是要能够多反省 也要多小心 说那我们出家了 我们是不是也为了这个世俗的事情呢 还在那里 你真我夺啊 那在这里呈现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呢 当然让我们看到 就是在佛陀的时候 生团里面 那有很多的 像我们看到的 这个佛陀的大弟子们 设立佛 家设尊者 穆建年尊者 他们都是修行非常好 都是正圣国的 这样子的圣人 尊者 那也有 这种一般的 就是出家众 也是有 那也让我们可以真正了解 佛陀也常常说 他是一位老师 他是所教导的 就是修行的法门 那如果跟着他 没有修行 那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真的是 老师教的是一样的法门 可是学生修不修 修到什么程度 那真的是每一个人 自己的 他的发心 还有自己的真正的实践 所以也并不是说 老师很好 那所有的弟子 一定都全部都是 没有不好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样的实质的现象 那在这个故事里面 他要呈现的 也就是除了事实的一面以外 那么他也要呈现佛陀 对于这样的现象 就是要怎么样子来处置 所以在故事里面就还谈到就是这两批的比丘 第一批是先去打扫这个塔的比丘 那第二批呢 那第二批呢 也就是后来又想以他们是年长 年纪比较大 然后出家比较久 资历比较深 要来压这个第一批的这个出家众啊 也想要占有这个塔 那在故事里面也提到说 这个第一批受到这个要 就是要欺压他们的第二批的比丘之后呢 他们呢也不甘示弱 他们也表示他们要抗拒 也就是不接受 不接受这个第二批的比丘啊 硬要用他们的资历啊 跟他们的年龄啊 就来欺压 这个第一批的应该是比较年轻的 在清洗的这些比丘嘛 所以呢 他们就抗拒这个第二批的不友善的 这样的一种干扰的行为啊 而且不服从他们的要求 也就是不愿意就好像把他们在清洗的这个塔 就是让出来给他们 那结果呢 这个第二批的比丘呢 他们就开始打这个第一批的 然后打到他们非常的疼痛啊 然后就大叫 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 那就是传到了佛陀那里啊 所以佛陀知道的这件事情 而且呢 知道他们有这样的争吵 跟互打的这样的这种行为之后啊 那佛陀呢 就教训他们 那佛陀的教导呢 最重要的就是制定了戒律啊 也就是不准 比丘呢 伤害其他的比丘 也就是在戒律里面 就是出家众啊 不能用手打 这个出家众 所以不能够有这种伤害的行为啊 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知道说 原来在佛陀的时候 那这些戒律啊 也都是因为在僧团里面 佛陀的这些弟子里面啊 有这些行为 然后佛陀针对这样的情况呢 而制定了这样的戒律 所以这个部分 也让我们知道说 那在戒律里面呢 所要告诉我们的 为什么有一些好像 都是一些生活的鬼犯啊 也就是因为在佛陀的时候 有一些的弟子们 他还是有这种 我们一般世俗人 一般的这些的习性的这种行为 所以针对 这样子的情况呢 就是要有一个这种戒律的鬼犯 让一般人在行为上面呢 就是要互相的遵守 那当然如果一位他是有修正的 的这样子的高僧呢 那当然他也不会去犯这种行为 就是有伤害的这种行为 所以这个是制定戒律的一个 它的起源啊 也就是有这样子的 有一种伤害的行为的 那佛陀呢根据实际的需要 就要制定这样子的戒律 就要制定这样子的戒律 也就是让一般的行为 有一个依准 所以我们常常说 佛法的三无肉血啊 戒 定 慧 也就是要以戒为基础啊 来诡犯我们的行为 那这些行为呢 他是从初步的 就是让我们的心啊 不会呢 因为我们的行为 而造成这个心的动乱 所以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我们要修行很重要的基础 那当然戒律的目的 也是要提升我们的心能够安定 然后从定中呢 能够开发智慧 那在这个故事呢 他有一个后续的 也就是说 这两批的比丘啊 实际上呢 也就是说 受到佛陀的制定的戒律的 这样的规范啊 那他们呢 还是有碰面 还是呢 有继续的这种互相的这种 的这种好像 对于这个塔 他们想要争取 夺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啊 有这样子继续发展的情况啊 也就是说 他们还是希望占有这一批 这个塔 那这两对的比丘呢 还是互相呢 在抵制 可是呢 他们有遵守佛陀的 这种不伤害的戒律 可是呢 这个第二批的 这个比较年长又资深的底丘啊 他们还是想要占有这个塔 可是呢 他们这个时候呢 在佛陀制定了不能伤害的 这种戒律以后啊 他们也不敢伤害 可是呢 他们又想到一个方法 他们就是用恐吓的方式啊 就是威胁恐吓 那这个故事里面是没有提到说 他实质的动作啦 那可能呢 就是用一种动作性的 没有直接打到 可是呢 用恐吓威胁 那他们的这种行为啊 恐吓威胁的行为呢 也造成第一批的比丘 他们的这种威胁啊 就是让他们吓到了 害怕了 所以呢 他们也害怕的大叫 就想要逃跑 就是这个第二批的比丘呢 应该是比较暴力的 所以他们呢 就是为了要得到这个塔 那么他们呢 还是用能够威胁的这种方式啊 也让这个第一批的比丘呢 就怕到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啊 佛陀知道了以后呢 他就也制定比丘呢 不可以互相威胁恐吓的戒律 所以呢 在戒条里面啊 就是有针对 比丘不能伤害 然后呢 也呢 不能用恐吓威胁的方式 所以 这样子的一种故事啊 就是有这种后续性啊 让我们也真的觉得 这个法剧经故事集啊 他所收集的这些故事呢 一定是在佛陀的时候啊 都是很重要的一些事件 然后呢 在佛陀的地址里面啊 除了这些正果的 这个欧罗汉的比丘们啊 那也有更多的 这个大多数的比丘啊 那他们的行为呢 实际上呢 也是也值得我们学习的 也就是我们在一般的这种生活起居里面啊 我们可能无意中 或者是我们不小心 或者是我们以为说 这个好像是 只是一般的行为而已啊 那我们应该是以正果为主啊 可是如果我们的这一些 这种生活起居的这一些的行为 这一些的行为没有减点好的话 那我们的心实际上呢 也是都是动乱的 所以佛陀要制定戒律呢 也是帮助我们啊 从生活里面啊 我们也是要达到 有这样子的一种行为规范 所以也是我们学佛 有高深也有浅显 那戒律呢 就是我们的基础 也就是我们最重要的 那我们在行为上面 都不能够违犯的 好 那我们也将我们学习的功德 来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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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有佛法就有办法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新逢观世音菩萨 圣诞前夕 慈悲至夜 高雄中山书方 举办公送普门品 持送49遍大悲咒 恭请战山法师领众 日期3月19日星期六 下午2点 地点高雄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 472号7楼 恰讯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当日备有寿逃与寿灭 与信众结缘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山法义 共母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慈悲至夜基金会 高雄中山书方 陈真义工 恰讯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地点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 472号7楼 10221221321321530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饮 不忘语 不饮酒 不眠坐华丽之床 不着香花蔓 不香油涂生 不观听歌舞 不非食食 也就是持摘